放眼望去已经看不见路面 雨后沙拉月多处传出水灾 这一波灾情大水来得突然 村民逃命过程惊险万分 洪水破坏力大 今年加上气候异常 就连疏散中心 今年也无法倖免 此籍志工紧急动员 前往了解灾后情况 由于灾民走得匆忙来不及收拾 志工立刻着手张罗玉坎等用品 协助解燃眉之急 大约新闻正山美志工 莫志辉传佩利 严均林 马来西亚报导